桂倫美以深髮型示人出席活動 為何會將其中一面橙青? 因為我剛剛拍完一部台灣的電影 電影叫什麼名字? 女朋友、男朋友 在戲裡面我是要演學生、演出社會 然後一直到30歲 所以這個頭髮剛好是我在學生時期 高中時期的髮型 髮型有點像一個男生 我在裡頭就是一個比較叛逆 然後會跟學校的教官有抗爭的那種 所以我就在學校裡把頭髮剃掉了 剪這個髮型之前有沒有掙扎過呢?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在電影裡頭 如果有劇情需要我都會願意配合 如果劇情需要你剃光頭 你願不願意呀? 應該劇情需要我都可以 對我不太在意我的頭髮的樣子 最近在香港幾受歡迎的 台灣女星陳妍希 桂蘭美你認不認識她呢? 我知道我很喜歡她 然後她的這部新的電影我還來不及看 但是她的上一部電影聽說我就看過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碰到她的時候也會很高興抓著她說 很欣賞她的眼睛 有人說陳妍希和你一樣有氣質 沒有了她比較甜美啦 嗯 天啊 天啊